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封龙总司令的命令 从前线赶回来 明天陪你一起回去 怎么 我的禁闭时间这么快就到了 别再算了 总司令还等我们呢 你们看 在这沙盘上 看出什么名堂来吗 这就是伟座 在重庆 制定的作战部署 蓝是中央军 黄是川军 绿色是我们滇军 朱毛攻下人怀后 又渡过了赤水 伟座判断 他们想北渡长江 所以要调集重兵围追 他任命我为总指挥 中央军薛月为前敌总指挥 任务只有一个 要消灭朱毛红军 于川南地区 哎呀 要不怎么说呢 伟座就是英明啊 给你刻定绿帽子 你不能说什么 你还得乖乖听话 你这话怎么这么难听啊 绿色不等于绿帽子 两回事儿嘛 我觉着 天喜这叫话操理不操 老蒋是千方百计的 要把我们滇军绑上他的战车 我管全省的财政 仗打了这么久 花了这么多的钱 可老蒋从来没有表示过 难道我们这是在禁义乌梦 老表啊 你是对伟座有看法 伟座说了 滇军这次出了力 他就会对云南一百个放心 杨云太建议要在川滇搞参谋团 四川他批准了 云南他就没答应 这不比钱还重要吗 可是我们滇军就这点人马 在云南招兵多不容易啊 拼光了 拼光了怎么办 只要他不给我惹麻烦 我损失点人马算什么 再说 红军也就那么点兵力 也不会对我们伤筋动骨 这笔账 怎么算都合适 这次你还是先投部队 配合吴七伟的行动 听从他的指挥 宋司令 你怎么又把我赶到他那儿去了 这次我能不能不打倒 我垫个后手呢行不行 不行 这个作战计划是伟座亲自制定的 伟座说了 他要看你这次的表现 你那一屁股屎还没擦干净 这次伟座给你一张手指 你要实相点 还是伟座自己留着拥抱 我们受拥不起 哪儿那么多废话 我告诉你 你在昆明厄搞那么多事 伟座可都清清楚楚 什么春夏秋冬 妇女训练班 还有王怒江那个妹子 你到底要搞哪样啊 哎呦我的妈呀 这都刚发生的事情 伟座都知道了 既然这样 兄弟我也就喝出去了 只能 但是我有个要求 妇女训练班的学员 我必须带一名上前线 看见没有 打仗都不忘搞女人 好 我答应你 但是有一条 明天 你务必到吴七伟那儿报到 立正 胡司令 我放杨明处长的指令前来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到前沿阵地去勘察立行 杨云太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 你是为犯天喜而来的 对吧 不错 他这次陪助你行动 为方志在出老崖山事件 自令特命我为观察员 跟随范天喜 观察他的一举一动 所以我就马路听你的赶来 好啊 你来了 我就吃了个定心玩 我们一起到前沿阵地看看吧 便走便聊 好 请 四伯爷们 四伯爷们 打从龙总司令那儿出来 我就没看见您笑过 怎么了 我只是个旅长 尾座对我的情况是了如指掌 我跟王诺佳登谈话 除了府里的人 还有谁能知道 别是我收留的那几个妖精里头 蹦出过苏洞空里 这不可能吧 先回府里 我得试试吧 明天你们仨都给我买个粉色的布旗袍穿上 装纯谁不会啊 闹什么吵啊 没看有些人啊 把棉糊都塞耳朵里了 嫌弃我们是不是啊 不啊 我给你 你给我玩了 我 这哪是卖唱啊 这是侠女啊 你是行家 你给点评一下 是 我分不清楚你们谁是谁 不过可以肯定 你们三位 不是干这个行大 我本以为他不同 可你们看看他手里拿着什么 麻将牌 是准备反击用的吧 你会飞镖 我才不会呢 我是吓的 随手抓的 行了 刀 甭掩饰了 既然今天你们问了 我们就端出来了 我们只是卖唱 从花果山到的秦英龙 原来你们就是花果山的女匪啊 这伙女匪神出鬼没 弄得当地有钱人都心惊胆战了 他们就是你们 对 就是公奶奶我们怎么着吧 看来你们还真是大有来头啊 既然这么厉害 怎么干起卖唱这个行当来了 包参谋长 你就体谅一下我们吧 我们那也是为了活命啊 混口饭吃而已 不过我们都是很纯的 你是不是不相信啊 我倒真愿意相信 我是没见识到 你们身上的匪气 四流 这几个女人的尾巴露出来了 看来还真不是一般人 一分一细死 这两个行当 怎么会跑到一块去呢 这两个行当都够危险的 依我看 您还是赶紧把他们护出家门去 省得以后更危险了 不行了 我好不容易找了一对藏剑盆 把他们干做了 谁来替我戴红帽呢 四流 这几个女人 这几个女人 可都是危险人物啊 我给他们找个企图 东西啊 你看见了吗 对面就是吴棄伟的中央军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到这儿来吗 我知道 是宜兵 你出现在这儿 他们就会以为 红军的主力 就会进攻这个方向 对面是风向坝 是个义工难守的地方 我熟悉吴清伟 他是个刚愎自用的人物 肯定会上当的 朱总司令昨天到咱们军团 你见过了 他给我们下的命令 是要做出样子来 吸引敌人的主力 而我们的主力红军 则出其不意地四度吃水 向贵阳必进 把滇军给调出来 如果把滇军调出来 那么敌人的全部兵力 就集中在川前边境 云南就空了 如果我们经过云南 进入四川 到了金沙江 敌人就被甩在了后面 这可太高明了 这就是毛主席 新自制定的战略方针 我们现在在这里 呈养工态势 待主力转头后 我们就成了断后 掩护大部队入滇 彻底跳出敌人的围追不见 封香坝这一带的地形 刚才我也只给你看了 它就像一个小的盆地 如果红军从对面山上冲下来 很难挡住他们 你看见了吧 我们从那里 拖住红军 我军从几面出击 就可以将其聚而兼职 所以你才让范天系 助手在这里 让他与红军一步 我看他根本就不是珠毛的对手 让红军消灭他吧 等他把珠毛耗得差不多了 我就可以出击了 你懂吗 司队 对面山上发现几个人 像是罗敏辉 你看 这是怎么回事 徐队长 你看看 前面那个是罗敏辉 旁边那个 我怎么看着像王怒江呢 是他 是王怒江 他失踪了那么久 没想到他竟然偷了弓 他刚获得伪座颁发的奖章 就投了贡 这要是让伪座知道了 还不得气死啊 徐队长 这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向上级交代啊 冬云撤了他的职 他不愿意投靠我们 可我没想到 他还是投了贡 不对 这事背后 一定有人倒轨 我想起来了 有一个人曾经跟他密谈过 肯定是他 你说的这个人 他是谁 除了范天喜 还能有谁 你去换布置的 先去安排部队 是 你这是干什么去了 刚拧了下腰 马上得再打药 叶玺 你这是闹哪出啊 刚把我们都吓坏了 我才知道 你不光在群英楼卖畅 你还上山当个土匪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那是被逼无奈 被官兵围剿了 不禁群英楼就得杀头 卖畅保命 从不卖身 你是什么时候上身 他们几个 又是什么时候跟你认识的 还有东 你跟我说实话 他是不是红军 别不认账 你们说的话 我可都听见了 你在怀疑我们 天夕我告诉你 他们仨跟我认识不到一年 我们都是出生入死的姐妹 我敢用姓名担保 我们中间没有红军 东人也不是 你不能没蜡油的胡乱猜测吧 十几年没见 你已经完全不是 当初那个 可爱聪明 单纯的名秀 你变得老练多了 是 我是变 每天在生活中煎熬 难道你没变吗 我明天就要走 怎么样 跟我一起上前线 只要你愿意 去哪儿我都陪着你 走 有件事 必须跟你说清楚 他们仨是我姐妹 到哪儿我都得照顾他们 可以吗 像个当姐姐的样 走 好吧 他们都去 三丫子提了当副官 我身边正确卫士呢 你们都来给我当卫士 一会儿就给你们发军装 好 王怒江投共 你我都亲眼所见 你说他背后的指使人是范天喜 你有什么证据 我和你说过 我在他家里有耳目 先是王怒江负精请罪 后被他招进屋里密谈 再后来 他被轰出去 然后就失了踪 结果今天出现 就改换门厅了 他们密谈 谈的什么 我的耳目离得太远 他们谈的什么 我不知道 这证据可不充分 范天喜完全可以不认账 他说 赵王训斥 王怀恨在心 而投共 这倒有点行得通 你又不能去找王怒江对质 万一他再反咬你一口 跟上次一样了 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这样 你先向杨秘书长汇报 胆不能声张 等范天喜到了我的指挥部 我给他一个突然袭击 我看他怎么解释 到那个时候 他在我的地盘 怎么处置 就由我说了算了 这样最好 这样就能把危害降到最低 那我什么能穿上军装了 曹妈 我告诉你 从今儿起 我们姐四个正式参军了 跟着天喜上前线 我们是去当他的卫士 当他的警卫班 对吧 春姐 行了吧 我说傻丫头啊 你们都不知道 那前线那是什么地方 那你们要去了 万一一个炸弹过来 呜 你们这小胳膊小腿啊 全炸飞了 这你们这几个脑子 你说在天上飞 你说你们说什么 我呸 告诉你们 你们赶快去烧香拜佛吧 保佑你们自己平安吧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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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子没事瞎嚷嚷 我们几个好歹也是土匪出身 怕这个赶紧做饭去啊 现在不听话就崩了 你帮我看着 已经进入镇定 可中央军连镇地都没交接 就急忙去到乌江边上了 这是红军起乡船单 您看